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跟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前进东协系列 这礼拜我们带您去马来西亚跟辽国 马来西亚很多朋友非常熟悉 不少台湾人去了那边当包租工 但房地产投资好像有些问题 慢慢最近出现了 哪些问题呢等一下告诉你 另外辽国对于台湾观众来说 好像相对比较陌生一些 但据说当地充满了各种的机会 我们带您好好认识一下 而一开始我们要先锁定的是 实无前例全球罕见的 台湾的海军居然会不小心发射了飞弹 而且打死了自己的同胞 甚至差点引起台海风云变色 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离谱了 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来宾 包括了有美国NDMT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主席 陈庆龙董事长 主席人大家好 再来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作家王峰大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财经专家王世聪 大家好 以及对于军事非常了解的 大家熟悉的评论员王继平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对岸中国大陆正在举行党庆 这一天实际敏感 但没有想到海军在左营 突然误射了飞弹 重点是后来国际间的媒体怎么报呢 国际媒体解读 有能力可以摧毁大陆航母的飞弹 往大陆方向飞了去 哇这个事情大条啊 来看看 熊三飞弹误及渔船 隔了七个多小时 国防部终于道歉了 就是他们误设飞弹酿货 渔船撑了倒霉鬼 那个飞弹是贯穿了 他整个船身 目前我们从外观上面来看 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登船 是因为现场的一个封锁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从外观上面来看 它是做飞弹是做贯穿 航母克星这下成了渔船杀手 就在一号上午8点15分 金江舰在高雄左营港 做甲级操演准备 却发生了操作员误设 熊三飞弹往西北方向操演树飞 两分钟后 一艘翔力声号渔船无端被击中 最后落入澎湖东及东南方海域 大约74公里 它是一个中式 如果说是以一个中式的话 在一个飞弹的操作手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在训练上面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它在操作程序上面的疏漏 才造成的 一个中式酿货 舰长是谁 有没有其他相关者 国防部说还在调查 物色飞弹 还打中渔船酿货 国防部一天连开两次记者会 说法变变变 就连路透社日媒也很关注 这下国军的形象又要丢脸到国际上了 这两天台湾上了国际版面 而且是国际舰的笑柄 我们就来看一下雄三飞弹 最大的速度2.5马赫 重1.5公吨 有效的射程130到400公里 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平均的宽度180左右 所以这个飞弹是可以轻易的飞到对岸去的 飞行的高度120到250公尺 特色就是它是惯性的导航家主动雷达引导 那造价台币美金300万大约台币1亿元左右 先请到竞评了 曾几何时我们可以由一个士兵来单独发射飞弹 如果他一头不轨的话 不就可以一个人引发战争了吗 是其实当然不是由一个士官或一个士兵发射 你不管是海军的作战舰艇 像这一次的海军 这一次金江舰它是属于三级舰 或者是一般陆军 或者是飞弹防空的飞弹指挥部 你所有在操作飞弹发射 发射按钮按下去之间一定要有军官在场 而且是军官负责按钮绝对不是士官 所以包括这一次为什么这个发射按钮按下去的这个中式 他高家俊要去跟那个他的兵器长 就那个军官拿火线 因为他没有那个东西 那军官一直跟着火 应该跟着火线走啊 应该到现场才对啊 对应该到现场才对啊 而且我们电影看到不是要 同时两个人主要还要复送对方的指令 你像看电影好莱坞的大片 召集战监都有演过那个画面啊 就彼此会在那边附送口 我跟士通哥表现说是飞弹发射控制台 他讲一遍我讲一遍 是怕这个动作没做开启开启 然后才会firefire 然后就是一起 然后就开始按下那个按钮 监视器拍到的是没人就他一个 对所以监视器拍到他在那边喊发射了 他是应该在附送自己 他可能在模拟 因为他们是表定10点要进行这个甲类操演 甲类操演很多人可能想说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他其实并不像那个什么万安演习或什么什么 汉光演习那一种 他其实是一种这条船的年度的一个测考 也就是像我们男生 如果你是去陆军当兵的话 每年都常会有下基地 对不对 基地训练完之后 会有一个期末综合检测嘛 就是考考你这个基地训练 扎不扎实 然后是不是最后通过这个年度的这个单位的这个考验 这个是很重要的成绩 那这条船也是一样啊 考验你这一条船 这一年年度的这个整个那个效能 服役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所以其实他们10点钟要进行这样的一个 呃甲类操演 8点半 督考官可能就会来了 所以8点半之前他们要做一个系统检查 跟装备的这个 那个他的一个系统的测试 看怎么样 OK 但是军官在那个听简报在开会 准备之后等一下进行那个状况 那所有的人不应该就去开会吗 跟着军官一起开会啊 怎么会军官在开会 一个中士跑去飞滥发射 他就可以去碰装备呢 要不然就是你要有军官跟着这个中士到那个现场去啊 所以很多人今天在质疑说 海军你是不是都把所有的那个矛头指向 责任都推给那个中士 当然海军他这两天记者会开了好几次 他也说啊 没有他不是把这个矛头都叫 叫那个中士高家俊去背 而是说整个剧率是不是他们从 平常这一条船 因为三级舰 这个金江舰 他们本身是50几个人上下 都是几乎都是年轻的干部 是不是平常比较没有像资深干部这样有经验 然后呢他们又便宜行事久了 也就是说我平常跟我的兵器长 黄兵器长跟他拿这个火线拿习惯 他信任我他守我 我在这个领域这条船 我至少好几年的经验 我知道这个没有人比我更懂 我拿了这个他要相信我 他信任我 所以他就开会 我跟他拿 以前是不是平常就这样做 以前都没犯狂吧 所有该有的规定SOP都存在 但是全都没有遵守 对就便宜行事 平常就这样习惯了 不只是罗斯松量 是整组全都垮掉 我报个料 当时我听说 因为我朋友在那边刚好在隐传 在昨天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引船人 因为有时候海军他们军舰在进左营军港的时候 有时候懒得自己这个操控 就是在整条船上驾驶的时候 他们刚好这个引船人会负责帮忙引一些大船 刚好昨天有一艘比较大型的这个船舰进去 据说船上载满了这个弹药 然后当时这个8点14时15分的时候 这一个熊山飞弹整个误触发射出去的时候 误射的时候 它是整个在那个那一条大型的船舰 它的舰手 发边球过去 前面150公尺整个射出去 有惊无险啊 是没有打到那一艘正要进左营军港的这个船舰 你说到有惊无险 那位上市的死亡的渔船船长 有人说他算是为国捐去了 如果没有这艘船在那边的话 飞兰继续往前走 过了海峡中线 引发的后果是很难以想象的 我就要再问一下近平 因为这一次意外事件 整个从头到尾就是 让台湾成为国际笑话 唯一稍微可以正向思考的就是 让全球看到 台湾做的熊山飞弹还蛮精准 性能不错 还算蛮精准 因为有人说渔船这么小 而且在当时贯穿之后 因为它那个速度伪劲 在最后面的时候维持得很好 所以它整个贯穿过去 并没有急爆是吗 对 其实这一枚这个熊风三型反舰飞弹 它是这个从熊二再改装过来了 然后再改良 那其实它的这个速度啊 是鱼叉飞弹的两倍 是熊风二型飞弹的三倍 你看台湾发明的这个 研发了这个自己 国人研发量产的这个 熊风三型超音速反舰飞弹 你想想看超音速反舰飞弹 2.5到3马赫都可以 所以全球没几个国家 俄罗斯 印度 台湾 连中国大陆都没有 中国大陆有的是跟俄罗斯买的装备 他们买的不管是日制的 这个反舰飞弹 都是跟老二买的 不是中国大陆 所以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 都想要知道熊三 台湾这个熊三的飞行 还有发射的这些参数 我怀疑是昨天这样子 不小心误设会不会参数外泄 这个是很严重 对外报老师说参数有被拦截到 所以为什么台湾军方 一直不喜欢在台海 西部海域发射飞弹 就是这个原因 给他们这不是送了一个大礼吗 好 你说这个东西其实 过去中国大陆一直觉得说 对台湾的这个军事防御 有点看轻 至少这几年 军事的这个防御的态势啊 有点这个天平向中国大陆倾斜 好像台湾觉得不堪一击 但是熊三昨天这样的一个物色 也有一批人 持不同一样的看法 所以可能是战略吓阻 意外的悲剧 但是对于中共 有些吓阻出现 我问一下 造价一亿 但这个士兵后来 被征训受是30万交保 有人说这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 你怎么看 其实因为他违反了这个规定是 直接共作战的这个军用物资的损坏 破损嘛 那军用物资的破损 你有这个高价跟中间 跟低价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过失致死 这个业务上的过失致死 所以一方面他们是属于 基层的士官中士 还有包括士官长 还有舰长 这个兵器长 所以其实如果用30万元交保 然后包括这个新台币 1亿元的这个就毁损掉了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不成比例 但是其实检察官 还有包括法院 能够引用的法条 和给他交保的 毕竟有限 因为他也不是 可能要衡量他的家庭的经济能力 但是因为这种状况 对国军灾后的这个 应该说这个射后发射后 射后不理 他们射后就不理了嘛 后面的政治效应才是比较可怕的 下礼拜一开始 这绝对会是台湾 继续政坛上的一个焦点 问一下王丰大哥 有多少回顾历史的事件 就是因为一个物色 一个不小心 双方对峙 不小心手抖开的地上 造成了历史悲剧 造成了战争 我想因为最近这个气氛很紧张 大家这个都很严肃 我先讲一个轻松的 再讲个严肃的 一个轻松就是在1856年 19世纪的事情 距离我们比较远 但这个意外事件非常有趣 他怎么样呢 就是1856年的 这个4月15号这一天 因为美国那个时候 在中南美洲 那一代他很有影响力 除了西班牙以外 美国在早期中南美洲 就已经有很有影响力 他占领了这个格雷纳达 格雷纳达是中南美洲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他占领了以后 那派了很多美军过去 那其中有一个叫杰克艾利弗 杰克奥利弗 他有一天喝醉酒了 喝醉酒就在市场里面 他看到因为喝醉酒口渴 他看到旁边有卖西瓜的 那他就问老板说多少钱一个 老板说五毛钱 美金五毛钱 他就买了一个西瓜 可是他没有掏钱 然后那个老板就一直追着他 你给我五毛钱 你没给钱啊 然后奥利弗说需要什么钱 因为他喝醉酒了嘛 然后他枪不小心就掉到地上 那掉到地上就把它捡起来 这一瞬间急发了 就是枪走火了 枪走火了之后 那个老板非常火大 你不给钱也就怕还开枪 然后附近 因为这个格雷纳达附近 有一些老百姓 觉得非常气愤 这个美国人怎么欺负我们 派军队来占领我们 还欺负我们 就发生一场暴动 发生一场暴动 那这个美军死了15个人 伤了16个人 那老百姓也死了两个 伤了13个 那这一场暴动呢 当然很快就平息下去 但是呢 格雷纳达因为这场暴动呢 赔了美国政府啊 41.2万美金 41.2万美金 17条命 47万美金 为了五毛钱的西瓜汁 他只不过是为了买个西瓜 而且那把枪是掉地上 不小心走火 这只是开了一枪 雾级开枪 那我们来讲个比较近的 距离我们也比较近 就是发生在1984年 就是民国73年 6月27号 在金门前线发生的事情 那有一个姓庄的士兵 姓庄的这个士兵啊 也是喝醉酒 喝醉 而不是喝醉酒 他在战哨的时候啊 抽烟 被辅导长当场逮到 然后呢就关紧闭 关紧闭的时候呢 姓庄的这个士兵啊 他就逃走了 逃走之后 他就想说好 你们都欺负我 我干脆来学林毅夫 我们林毅夫啊 这个从 抱着篮球 抱篮球跑过去嘛 那他是抱着一个工兵 工程用的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是有福利的 他就抱着模板 模板要飘过去 要游泳过去 在游过去的时候被发现 那个时候呢驻军啊就开始开枪射击 起先打机关枪 可是机关枪这个射程太远了 打不到 后来就这个长官就下令 开105流 105榴弹炮 那可是在击发105榴弹炮第一炮的时候啊 那个炮弹太久没打 大家想想看 1979年啊 大陆宣布停止炮击 是 就从1979一直到1984 五六年的这个时间啊没有发过一炮 所以炮弹里面的那个火药都潮湿了 那发这个105流发第一炮的时候 因为这个弹药潮湿 可是呢他就 怎么讲就是偏离了这个射程 偏离射程就打到对岸的这个脚宇去了 那一打 对岸说开玩笑 你打到我的炮阵地来 立刻还击 就彼此就这个互相涉及了一百多发 造成了这个 他们也死了几个人 我们也死了几个人 这个就是说差点引起两岸之间大规模战争 这个时候还是蒋经国的时候啊 对岸是这个邓小平 还好那个时候双方都克制 也知道说台湾是为了抓一个兵 抓一个姓庄的兵 那姓庄的兵其实游泳游到一半 被这个我们的快艇部队啊 把他抓回去了 抓回去后来不久就枪毙 那个时候还是军法办 现在都是用民 都是用一般的这个司法机关 那换句话说 一场战争很可能是误触 误会的开始 误会开枪 或者说是误发炮弹引起 所以这个是真的要非常小心的 所以国大办主任张志军 在昨天看到媒体的时候 就立刻说了 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台湾必须要有负责任的说法 上午8点多发生 洛伟会是到了傍晚才通知对岸 那到目前为止据说 对岸是以毒不回 对 请问是从以毒不回是代表什么意思 对 我们看到昨天误发这个事件之后 这个中国的国台办马上就发表这个言论 在问这个张志军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希望说我们台湾方面要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案 而且他特别强调 现在是因为没有九二共识 没有互信的基础 是 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的确非常敏感 因为昨天刚好是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建党95年的这个党庆日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7月12号这个南海的这个宣判也这个所谓国际仲裁也即将要揭晓 目前的南海局势 包括美国的军舰 中国的这个军舰都集结在南海 其实南海现在目前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 再者就是说目前的两岸关系之间好像是呈现一个所谓截动的一个状况 包括说我们在这个物色的前一天 其实我们的投管 投审会也才驳回说 中国的这个力讯要入国我们美绿电子的这个事情 所以看起来的话两岸关系是好像很紧绷的状况之下 那国际局势也非常紧绷的之下 区域局势紧张之下 居然发生了这个物色事件 当然看在中国官方的眼里的话 他就觉得说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很希望说我们官方至少要给一个具体的答案出来 但是目前我们这个昨天晚上的这个 因为目前的这个陆委会跟对方的这个官方 好像是热线已经中断 所以没有直接的往来的这个所谓管道 所以现在的通报方式是透过我们的海基会 跟他们的海协会报告 那报告完之后呢 因为目前我们官方其实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最终的报告 或是到底会出什么 为什么会出这件事情的最终的结果也没有呈报给 也没有跟对方讲 其实目前我们官方可能调查报告都还没出来之际 目前中国官方当然能够等的就是 你至少先把报告完整的参见出来吧 至少给国际有个看法 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在中国倒是引起蛮大的连影 因为中国包括说中国的网民 还有中国已经被压抑很久的鹰派人士 对 他们就开始觉得说你这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如果我们官方没有办法给这个国际上 或是给这个一般民众有比较好的这个所谓的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个好的说法的话 我觉得短期间之内因为两岸没有九二公司 现在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沟通管道之下 我觉得可能会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偏向不利的这个影响 偏向不利其实在海外打拼了台商最了解了 问一下董事长 因为之前九二共事我们新政府没有直接讲出来 我们在台湾部分就已经立刻看到路客减少 还有我们热线中断 那接下来可能还有其他措施还不知道 但现在这个状况出来之后 你觉得在新南向的部分 我们刚好今天要聊东协嘛 所以你觉得会受到一些阻碍吗 接下来未来的局势 其实我依一个台商来讲 一个生意人来讲没那么伟大 事实上我都感觉到我们两边的政府或者政府官员 毕竟他们都有大智慧 我想大事情由大人来处理 那像刚才讲那个飞弹生活就想要很好玩 最近刚好看到 今天看到一个网路 这个他们说大陆飞弹对着我们 结果没有打 是我们打过去的 所以有时候是误会 我想就像我们台商在 你说上千米岛在对着台湾 台湾 他们没打过 我们先发过去 先发制 所以有时候是美丽的误会 我觉得还好 那我想政府官员 比起我们商人 我们商人只是做生意 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目前感受不到什么压力在海外 你的事业还好 还好 还是如常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相对发射飞弹的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从左营的军港发射 当时台湾的一船 在距离港边74公里 大概40海里处 那一度传出 大陆的雷达站 有扫到台湾的状况 台湾立刻做了一个回应 不过这一部分 国防部后来是驳斥的 我要问一下就是 其实刚刚陈总事长提到网友 或者是网络世界的一些反应跟说法 也有一个另外的说法说 北韩的金正恩一天到晚射 人家的飞弹就掉到海里面去 我们的飞弹一射 还会闹出人命 虽然是一个枯手的比较方法 但说起来也真的觉得 这台湾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要问的是 如果说大陆真的有一些反制作用的话 敬平会对台湾如何反制 今天就有一个漫画插图 在画着说金正恩的那个肖像 跟那个台湾的一个海军肖像 然后都拿着遥控器 然后飞弹射出去了 那是台湾海军控制的 结果金正恩回国 对美国人说不是我射的 那有点枯手在讽刺 但这个东西其实昨天因为消息 第一时间很混乱 那后来当然有一些媒体 他就提到说 第一时间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那个飞弹射出去 而当时这个透过共军的雷达 他们这个雷达 他们是涵盖了台湾的这个全岛上下 都被涵盖他的范围当中 然后呢 当时在甚至言之早早讲了5秒钟之内 什么差5秒他还要打架 对差5秒就要放置的措施 然后第一时间军方内部也曾经传出说 这个解放军的导弹部署的 这个飞弹发射架有抬头 然后进入那种战备状况 都被驳斥了 对都被驳斥了 然后后来那个当然海军的退役将领 以前当过这个情报将领的 跟副参谋长的兰尼立宗这样 他也有反这个驳斥说媒体不应该造谣 讲这种事情 那我们的经验在研判说 解放军其实不会可能那么快 什么3 4秒 5秒 我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真的是属于作战 这个是后来事后 大家知道原因是因为那个高嘉峻 那个海军中士他只是说 输入了一些这个坐标方位 假定了一个位置 把被弹这个打过去了 他也没有说一定要去打哪个地方 所以包括我们国军的这个 所谓的大乘关通系统 海军是大乘空军是强网 还有包括恒山指挥所 都还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掌控的到 这个熊山飞弹的 他贴海飞行的那个飞行的航机轨机 然后一直到打到渔船 可能都没那么快 更何况是解放军 他的这个雷达 你要涵盖台湾本岛没有错 可是通常都是海平面 甚至在3000公尺以上高度的这些地区 他才能够抓到 不是所有海 我们这个盆地 我们的地形所有他都看得到 他一举一动 所以没有那么精准 没有那么厉害 那至于说共军飞弹怎么部署抬头 我觉得那个都是 刚好在第一时间可能以而传而 大家讲到说 那个我们速杀很严重 可能要开战了 然后飞弹射过去了 共军马上就能够抓得到 只是说我们在通报 刚刚讲的那个通报的机制 有没有健全 飞弹打出去了 有没有跟对方解释说 这个是误射 不是我们这个故意的要做什么 其实大家对方也知道 这个事情可能可以不要那么严重 但是你们看到这两天 外国媒体是三风点火 他们真的是 希望两岸有事一样 因为他们的解读方式是 台湾有飞弹可以摧毁 大陆的航母的飞弹熊山 往大陆方向飞过去 他是航母杀手 对 号称航母杀手 外媒用这方式来解读 那我让你预测一下 大陆的鹰派 会不会更有着力点 对于台湾要施压的 当然这一点的话 大陆鹰派 或者是以后再 有段讨论到两岸 这样的一个军事互行机制也好 或者是这样的军事热线 或两岸热线 他们可能就会讨论 那这个部分怎么办 你台湾有没有办法控制 他们可能会归咎说 你台湾的军方 是不是台军你的训练 要再加强 训练不足 会讲解放军训练又如何如何 所以可能会拿这个当结果 而另外一部阴谋论 我觉得很不可取 开始去怀疑海军 是不是有人在这个政党轮替之后呢 故意给新政府 蔡政府难堪 蔡政府虽然之前才说 这个国军的这个 不会让你们感到孤单 可是近期一连串发生的事件 让国军好像有点喊心寒 包括这个虐狗事件 也是发生在海军附近的 一个海军陆战队的 寿山阵地的营区 要查忠诚度 结果一堆将领 不是开始陆军的将领 暴退吗 然后就开始有民意代表 这个律委就开始要求说 要查忠诚度 这些国军都要做一个忠诚 就让海军觉得很心寒痴 这个存亡痴很心寒 那种感觉说 想到那时候 当然是1940 50年代 国府刚跟着老蒋撤队来台湾 然后当时海军内部有很多派系 四大派系 为什么今天叫四海一家 就是因为当时海军有什么青岛系 闽系 闽系还有什么电雷学校 福州马尾系 还有包括这个 所谓的这几个海军 不是处于以前陆军官校的 黄埔体系的 就有那些内斗 而且当时在投共有一批人 所以海军现在内部有一种 军心士气在谷底 他们认为说 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忠诚度 认为说他们是故意把这个 因为他们一直学说 怎么会放那个中式去按下那个按钮 然后打过去 是不是要趁此 蔡英文不在国内的机会 让这个解放军有借口 师出有名打过来 然后呢把这个趁机 因为我们现在兵力 可能不如解放军嘛 给新政府要导弹用这种方式 然后用这种方式 全台湾的人民生活家居安全 威胁方言 老共政筹没有理由出兵 找借口嘛 那我觉得这个是太过阴谋论 这个有点是把海军的尊严 踩在脚底下 就怀疑海军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政客的做法 台湾的军力之前呢 在年初还有一份瑞士的报告说 排在全球第13 但是如果把人员的操作的素质 跟目前军心的士气 计算进去的话 这排名就会往后掉非常多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持续看东协系列 今天带你锁定的是 先往辽国去看看 马上回来